好 今天早上8點鐘的時候 氣象署正式的宣布 山陀兒已經形成了輕度颱風 我們就來看它目前 還位於俄羅安鼻的東南方 大概是640公里左右 持續的向西北來行進 它最大風速每秒是18公尺 而最大震風每秒是25公尺 不過它的暴風半徑 目前是80公里 預計在週一的時候 可能擴展到250公里這麼多 也就是說它靠近台灣的時候 整個暴風圈都有可能 接觸到台灣 甚至是籠罩台灣 我們就來看各國的預報路徑 其實像是歐洲模式來說的話 它是直接從南部 一直往宜蘭地區出海之後 受到了中央山脈的阻隔之後 再受到地形破壞 它確實有可能會減弱 但是主要是要看到 它從南部貫穿台灣 確實有可能對西半部 帶來比較大的雨勢 不過像是美國 加拿大 還有像是英國 日本 他們的運務都是比較保守一些 是比較偏東 而且是從台灣的東部海域 持續的往北方來做移動 但不管怎麼樣 它的暴風半徑確實都很可能 影響到台灣東半部地區 我們就來看到這個雨勢 在今天的表現上 主要還是受到了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整個宜蘭 還有在大台北的南側 都還是雨勢比較劇烈的狀況 而且在南部的時候 可以看到午後的熱度流 是比較明顯的發展 但是到了明天 還有禮拜一的時候 這個雨勢整個在東半部地區 要逐漸的再擴展開來 我們都來看到整個下週的 雨勢狀況變化 可以看到禮拜一的時候 東半部全部呈現紅色跟紫色 而且禮拜二 禮拜三的時候 整個中部山區還有在苗栗以北 全部都是紫到發白 也就是說可能達到 豪雨等級以上的降雨 好 現在觀眾朋友 真的都很關心 他到底什麼時候會發海上 或是陸上颱風警報 這就關心於說 這個觀眾朋友如果要出海 或者是做到海邊作業 甚至是說在路上走路之類的 可能都會影響到您的安全危機 我們看一下他整個路徑來說的話 今天早上這一報 他其實在禮拜一的時候 整個暴風半徑 就有可能會觸及到 台灣的海警線 不過信項署說 在明天周日 他就有可能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甚至不排除這個時間點 再更往前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在往後看 禮拜一的晚上九點鐘 其實這個時間差的 真的沒有很久 但是他接下來的移動速度 可能會越來越快 所以我們看到他的暴風圈 到了禮拜一晚上九點鐘 就有可能已經觸及到 台灣東南側的陸地了 所以我們說 他如果走得更快的話 海上跟陸上颱風警報 發布的時間點 可能會更近一些 甚至不排除再往前提一點點 當然我們還是要持續關心 氣象署後續的發布 不過我們就來看看 他到底暴風圈侵襲台灣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其實可以從像是花蓮 還有整個台東 屏東地區 這樣做一個區分 以東的地區 其實暴風圈侵襲機率 目前預估都已經超過了 70%以上 而最高的地區呢 就在恒春 來到了77% 蘭嶼有82% 而台東呢 也有77% 花蓮是70%左右 以西的整個台灣本島地區呢 像是新北市 台北市 基隆市 也都來到了64% 而且像是高雄 台南 還有嘉義 這幾個地方 也都來到了65% 66%以上 所以提醒全島的觀眾朋友 都一定要特別留意了 但是我們看到他什麼時候 會觸及台灣的陸地呢 其實看到禮拜一的時候 他整個暴風半徑最快就有可能碰到台灣東南側的陸地 禮拜二 禮拜三 就是他最靠近台灣 而且到時候風勢跟雨勢就會逐漸的越來越做增強 如果說他沒有受到地形的破壞 還不排除可能會有更大的機率 大家關心颱風即將要來了 但是到底會不會放颱風架呢 其實如果從他路徑圖上面來看的話 從東半部地區掃過台灣的海面的話 整個東南部以及東半部 確實都是有蠻大的機率 但是我們看一下颱風架其實都還是有必須達成的條件 首先他的暴風半徑要在4個小時通過 平均陣風7級或是陣風達到10級以上才有辦法放架 另外各縣市如果達到200或是350毫米的降雨量 也就是說達到大雨甚至豪雨等級以上就會放颱風架 但是這當然都還是取決於氣象署到時候的發布訊息 以及各縣市政府來做判斷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整個狀況來說的話 其實都要請觀眾朋友做好一些先前的防台準備 尤其是先是防洪必須要先測一下閘門 還有通一下相關的渠道 以免這個水呢一下子下下來 整個水呢無法疏通 另外像是在颱風來臨之前 相關的儲備物品像是水啊藥啊 還有一些電源以及食物 最好都是要先預備好比較安全 最後呢像是固定的一些盆栽招牌跟棚架 在這個陣風比較強勁的時候 如果遇到比較大的陣風 可能會把這些東西全部都吹落 造成路人或者是說行進的車輛一些安全危險 而最後呢我們也要小心 千萬不要靠近山或是海邊 甚至是地下道都有可能出現一些積淹水的狀況 尤其是最近在山區的土石確實是比較鬆軟 容易造成土石流或是一些土石鬆動 不排除釀成一些災情 所以我們請你觀眾朋友 在颱風來臨之前就要先做好一些防災的準備